生命之书 365天 克里希·纳姆提禅修 作者 克里希·纳姆提 翻译 陶西 8月16日 思想创造出思想者 思想是语言化的感觉 思想是记忆 语言 经验和想象的反应 思想是短暂的 变化的 无常的 而它却在寻求永久 所以思想创造出思想者 于是那个思想者就成了永久的 它承担了检查者 指导者 控制者 和思想模型的制造者的角色 这个虚幻的永久的实体 是思想的瞬间的产物 这个实体就是思想 没有思想 它就不存在 思想者由这些品质构成 它的品质无法与它自身分开 控制者就是被控制对象 它只是在和自己玩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 在假的被看作是假的之前 真实并不存在 8月17日 固若金汤的思想之强 怎样才能有思想者与他的思想的融合呢 既不通过意志的行动 也不通过训练 不通过各种形式的努力 控制或者专注 不通过任何其他的手段 一种手段的运用 隐含着有一个在行动着的代理人 不是吗 只要存在着一个行动者 就存在着分裂 只有当头脑不求寂静 而完全寂静的时候 融合才会发生 这种寂静的存在 并不是在思想者群途末路的时候 而是思想本身到达了终点 这也必然存在着摆脱了制约的反应 也就是摆脱了思想 只有当观念和结论不存在时 每个问题才会被解决 结论 观念 思想 就是头脑的焦躁不安 要是头脑焦躁不安 怎么可能有所了解呢 热忱必须以自发的快速闪现 加以调节 你会发现 如果你听到了所有的话 真实会不期而至 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那就要敞开 要敏感 要一刻接一刻的完全觉知 真实存在 不要在你自己的周围 建立起一道固若金汤的思想之墙 一旦头脑不被资深的种种活动 和各种斗争所占据 那么 真实的祝福就会来临 8月18日 当观察者就是被观察对象时 空间是必须的 没有空间就没有自由 这就是只有当一个人处于关系中 当在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 没有空间 一个人处于完全的关系中时 比如与一棵树的关系 一个人不与树 花 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 或任何东西认同 而在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 完全没有空间时 此时才会有巨大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 没有冲突 在这个空间里 存在着自由 自由不是一种反应 你不能说 是的 我是自由的 你说你是自由的那一刻 你是不自由的 因为你意识到自己 从某种东西中摆脱出来 因此 你就和一个观察者 在观察一棵树的情景 一模一样 你已经制造出了一个空间 就在这个空间里 它使冲突得以产生 要了解这一点 并不要求你理性上 同意或者不同意 或说我不明白 而是要求与真实存在 直接接触 这意味着去看你所有的行为 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 每个片刻的行为 以及在这个内在空间中 存在的快乐 痛苦和苦难 获得满足的欲望 要成名成家的欲望 在这个内在的空间里 不存在与任何事物相关联 当观察者 不再是与被观察对象分离时 接触 关系 有着十分不同的意义 这里就存在着 这个特别的空间 就存在着自由 8月19日 是否存在着 一个关照着孤独的观察者呢 我的头脑观察着孤独 并且回避它 逃避它 但如果我不逃避它 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区别 一种分裂 一个关照着孤独的观察者呢 还是只存在着一种孤独的状态 我的头脑本身处于空的 孤独的状态 而不是有这么一个它 知道存在着孤独的观察者 我认为 重要的是快速的领会 而不是过分的用语言描述 现在 我们说 我是嫉妒的 而我想要摆脱嫉妒 因此 这里存在着一个观察者 和被观察对象 观察者希望能摆脱 他观察到的对象 而观察者 与被观察对象 不是一样的吗 头脑自身产生了嫉妒 所以头脑对嫉妒 无可奈何 因此 我的头脑观察到孤独 思想者 觉知到它是孤独的 但通过继续与它 保持关系 充分保持接触 这不是逃避它 也不是解释等等 那么 在观察者 和被观察对象之间 还有没有差别呢 或者仅仅存在着 一种头脑状态 这就是头脑本身孤独和空的状态吗 不是头脑把自身当作空的状态来观察 而是头脑本身就是空 那么 头脑是否可能处于觉知到自身空的状态 觉知到不管怎样努力 任何要远离空的活动 只是一种逃避 一种依赖 头脑能否抛弃所有依赖 全然虚空 全然孤独的如实存在呢 如果它处于这样的状态 难道会没有摆脱一切依赖和一切执着吗 8月20日 可被积累的东西不是真实 只要有记忆经验的经验者存在 真实就不存在 真实不是被记住 储藏 记录下来后发表出来的东西 可被积累的东西并不是真实 对经验的欲望创造出经验者 于是它便积累和记忆 欲望导致思想者从他的思想中分裂出来 要成为什么 要获得经验 要得更多或要得更少的欲望 导致了经验者与经验的分裂 觉知欲望的各种方式就是自知 自知是禅修的开始 8月21日 即刻的行动 如果你是与任何事物相关联的 与你的妻子孩子们 与天空与事实相关联的 那么在思想对他进行干扰的那一刻 你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思想来自记忆 记忆是想象 如果你从这点去看 就存在着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 这样的一种分裂 你必须对此又非常深入的了解 这种观察者从被观察对象中的分离 使得观察者想获得更多的经验 更多的感觉 以至于他在无止境地追求着 探求着 这必须要完全彻底地了解 只要有一个在探求着经验的观察者存在 有一个检察员 一种估价 评判 谴责的实体存在 就不存在即刻与真实存在的关联 当你有疼痛 有身体的疼痛时 就有直接的知觉 不会有一个感觉着疼痛的观察者存在 而只有疼痛存在 因为没有观察者 所以就有即刻的行动 不是有了观念 然后行动 而是一有疼痛 就只有行为 因为存在着一个直接的身体的联系 这个疼痛就是你 只有疼痛 只要这一点没有被完全了解 领悟 探求和深入的感受 只要观察者就是被观察对象 这一点没有被全部领会 这不是理性上和语言上的领会 那么一切生命都是相互冲突的 都有一种在相互对立的欲望之间的矛盾 在应该和真实存在之间的矛盾 当你看着一朵花或一片云或任何东西时 只要你觉知 你就能这么做 无论作为一个观察者在看着还是没有看着它 8月22日 实在是在真实存在中 不要去问谁已经了悟了 或者上帝是什么 而要问一问 为什么你不全然关注和觉知真实存在呢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未知 或者甚至它会在你面前出现 如果你了解什么是已知 你就会经验到这个特殊的 不是被引导和被强迫的宁静 而实在才能单独进入这个具有创造性的空的宁静中 它无法在成为中 在奋斗中出现 它只能在那个存在的 那种了解真实存在的状况下 才会出现 此时你将会看见 实在不是在远处 未知也离我们不太远 它就在真实存在中 因为问题的答案就在问题中 所以实在就在真实存在中 如果我们能了解它 那么我们就会了解真实 8月23日 面对事实 我在悲伤 在心理层面 我十分困惑 就会有一种观念 我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该如何改变它 这种观念 程式和概念 妨碍了我去看真实存在 这个事实 观念化和程式化 就是对真实存在的逃避 一旦出现很大的危险 就会有即刻的行动 此时你就没了观念 你不会诉诸一种观念 按照这个观念来行动 头脑已经变得懒散 懒惰 通过一种程式化 它提供了一种逃避 关于真实存在的行动方法 并不是因为 有人已经给我指明方向 我们就能亲眼看到 我们曾被告知的事情的 整个结构 而是是否可能面对事实 我们是暴力的这个事实 不就是一个例证吗 我们是暴力的人类 我们已经选择了暴力 作为生活方式 战争及诸如此类的一切 尽管我们一直在谈论非暴力 特别是东方的非暴力 而我们却不是非暴力的人 我们是暴力的人 非暴力是一种观念 它可以在政治上被利用 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 但是 它是一种观念 而不是一个事实 因为人类没有能力 遭遇暴力这个事实 它已经发明了 非暴力的理想 这样便可以阻碍 它与事实相关联 毕竟 事实是我就是暴力的 我很生气 一种观念的需要 是什么呢 它不是在生气的 这个观念 重要的是在生气的 真实事实 就像在 埃恶那样的真实事实 不存在关于正在挨饿的观念 观念是针对 你该吃什么的问题 而产生的 然后 你就按照快乐的指令来吃 当你面对事情 面对真实存在 而没有该对它 做什么的观念时 这才存在着 唯一有关真实存在的行动 8月24日 不受真实存在的约束 德行是来自 对真实存在的领悟 否则 成为有德行的 就成了一种延缓 是以你希望成为的那样 来掩盖真实存在 因此 在成为具有德行的过程中 你一直在避免 直接遵照真实存在行事 这种通过对理想的培养 来避免真实存在的 这个过程 被称为是有德行的 但是 如果你靠近一点来看它 你就会直接看到 它根本不是如此 它仅仅是对直面 真实存在的一种延误 德行不是成为 不存在的东西 德行是对真实存在的了解 并因此不受真实存在的约束 在一个正在迅速瓦解的社会中 德行是根本的 8月25日 观察思想 我必须热爱我正在研究的事物 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个孩子 你一定是爱他 而不是责骂他 你一定会和他一起玩 注意他的举动 他的特质 他的行为方式 但是 如果你只是谴责他 与他作对 或者责备他 就不会对孩子有所理解 同样的 要了解真实存在 一个人必须观察 他在想什么 感觉什么 并一刻接一刻的去这么做 这才是实际的 8月26日 逃避引起冲突 我们为什么是野心勃勃的 为什么我们想要获得成功 成为重要人物 为什么我们想要去奋斗 成为杰出的人 无论是直接的 还是通过一种意识形态 或是通过政府 我们为什么要以这一切的努力 来表明自己呢 这种自作主张 不正是引起我们的冲突 和混乱的主要原因吗 如果没有野心 我们会死掉吗 如果没有野心 我们的肉体就无法生存吗 为什么我们是聪明的 和有野心的呢 野心勃勃 不正是回避真实存在的 一种强烈欲望吗 这种聪明不是真正的愚蠢吗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吗 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 真实存在呢 如果无论我们是什么 而始终存在的话 那么逃避又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或许会成功逃脱 但是我们的本质却仍然存在 并引起冲突和痛苦 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 我们的孤独或空虚呢 任何逃避真实存在的活动 都必定带来悲伤和对抗 冲突是对真实存在的否定 或者是对真实存在的逃避 此外不会有别的冲突 我们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复杂 和难以解决 因为我们不面对真实存在 在真实存在中 并不存在着复杂 而复杂只存在于 我们寻求的多种逃避中 8月27日 不满没有答案 我们对什么不满呢 毫无疑问 是对真实存在不满 真实存在可以是社会秩序 真实存在可以是人际关系 真实存在可以是我们的本质 我们基本的东西 这就是丑陋恍惚的思想 野心勃勃 沮丧和无数种恐惧 这就是我们的本质 逃离这些 我们以为就会找到不满的答案 因此 我们始终在寻找着 一种改变真实存在的方法和手段 这是我们头脑所关注的 如果我不满意 如果我想要找到 获得满意的方法 手段 那么我的头脑就被手段 方法 以及达到满意的方法的实施 所占据 因此 我就不再关注不满 关注灰烬 关注我们称之为燃烧着的 不满之火焰 我们却没有发现在这不满的背后 是什么 我们只是关注离开这个火焰 离开燃烧着的焦虑 因为我们的头脑 在对真实存在的检查中 永远不会满足和满意 所以这就变得极其困难 头脑始终想要把真实存在 蜕变成别的什么东西 这就是谴责 判断 或比较的过程 如果你观察自己的头脑 你将会看见 当它与真实存在 面对面时 此时它就谴责 然后把它与它应该是什么 做比较 或者对它做出判断 等等 因此 就把真实存在推开 把引起骚动 痛苦和焦虑的东西 留下了 8月28日 努力就是对真实存在 分心 我们必须了解 努力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了解 努力的意义 我们就能把它转化为 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 努力不正是意味着 要把真实存在 改变成非真实存在 或应该存在 或应该成为的存在吗 我们一直不停地 逃避真实存在 要去改变它 或者修饰它 它真正满足的是 它所了解的真实存在 它所给予 真实存在的正确意义 其实 真实的满足 并不在于占有多少 而是在于 对真实存在的 全部意义的了解 只有在被动的觉知中 真实存在的意义 才能被了解 此刻 我不是在谈论 与地球 与建筑 与一种技术问题 所做的自然的斗争 而是心理上的斗争 心理层面的各种斗争和问题 始终比生理上的 更为重要 你可以建立一种 细致的社会结构 但是只要心理上的 黑暗和斗争 没有被了解 那么 它们总是会颠覆 悉心建构起来的 社会结构 努力就是对真实存在 分心 而在对真实存在的 接受中 斗争就停止了 只要还存在着 要改变或修正 真实存在的欲望 那就没有接受 斗争是一种 破坏性的表示 只要还存在着 要改变真实存在的欲望 那么斗争 必然会存在 8月29日 满意不是头脑的 不要去窒息不满 而是要鼓起勇气去探寻 去探究 这样才会对真实存在 有所了解 才会有满意出现 因此 不满不是基本的吗 这个满意 不是一个思想系统 产生出来的满意 而是随着 对真实存在的了解 而产生的满意 这个满意 不是头脑的产物 当头脑还在寻求着和平 寻求着逃避真实存在的方法时 它是受干扰的 骚动的 和不完整的 因此 通过辩护 比较和判断的头脑 试图来改变真实存在 并因此希望达到一种 不受干扰 和平安宁的状态 当头脑受到 社会条件限制的干扰 受到贫困 饥饿和退化的干扰 受到汉人听闻的痛苦的干扰 看着这一切 头脑就想要改变它 它陷入了变革方法 和变革制度的困境中 但是 如果头脑能够不比较 不判断 没有要把它改革成 什么东西的欲望 它就有能力去看真实存在 此时你将看到 有一种不属于头脑的满意出现 这个属于头脑之产物的满意 就是一种逃避 它是贫乏的 死气沉沉的 但是 当对真实存在有了了解时 就会有一种 不属于头脑的满意产生 其中有一种影响社会 和个体关系的 深刻的革命 8月30日 让不满继续 难道不满不是我们生活的本质吗 去提问 去询问 探究 去发现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生命的本质 在读大学时 我或许会有着不满的火焰 以后我有了一个好工作 这个不满就消失了 我满足了 我努力维持家庭 我必须谋生 所以我的不满被平息了 摧毁了 我成了一个满足于生活所势的 平庸的人 而不是不满的人 但是 火焰必须从头燃烧到尾 这样才会有真实的询问 要对不满的问题 进行真实的探究 因为头脑很容易就可以寻找到 一种使它满足于各种德行 品质 观念和行为的药物 它会建立起一种程序 然后就陷于这样的程序 我们对此十分熟悉 而我们的问题 并不是如何平息不满 而是如何把它燃烧起来 活跃起来 使它生机盎然 我们所有的宗教书 所有的古鲁 所有的政治制度 都要让头脑平静下来 安宁下来 把头脑改化为衰退的 抛开不满的 沉迷于一些满足的形式 为了可以发现什么是真实 难道不满不是基本的吗 8月31日 要了解真实存在 我们处于相互的冲突之中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毁灭中 危机和战争接连不断 这里还存在着饥饿和不幸 还有穿着体面的极其富有的人 还有穷人 要解决这些问题 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一种新的经济革命 而是要了解真实存在 不满 对真实存在不断地进行探究 这将导致比各种观念的革新 更为深远的革命 这样的革命是如此的必要 它将导致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宗教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